我们今天的话呢 要来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illustrator的这种动画的方式 上次呢 我们在那个相片拼贴那里 各位已经先会做下落式阴影的 有没有 哎 那动画的部分呢 我看一下 偷看一下 看看 这里 我们上次电子报已经有介绍到阴影 对不对 然后随堂练习是不是也练习过了 有讲解过了 所以做动画方式基本上一样 只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多了这个阴影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另外探讨一下 因为我们的Photoshop的档案PSD 可以叫到里面来 请问AI能不能叫进来 当然可以嘛 对不对 他们家的啊 那85%以上 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跟Photoshop叫的一样 你叫进来的过程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局部的部分 跟点阵图的不一样 因为向量图还是有某些他自己的特性 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是来了解这一块 那我们就进到任务里面 好 你可以从这边第三堂第四堂第五堂 你找到我们这个位置 6这里 有没有 第六个 这个范例档案 你找到之后呢 你把它打开 好 请你从这边 你可以测看看 如果这里你的可以下载恭喜你 那就OK 那如果不行也没关系 麻烦你回到我们学校数学平台 我们在这里有准备了这一堂课的 所以你把它打开 有没有 这一个就可以下载下来 这样OK吗 好 所以麻烦你先找到我们的教材 把我们的档案先把它下载下来 我没有办法接受 各位 我知道很多老师都叫你 哎来来来同学 我们那个上课的资料 放在上课教材这里有没有 那是他们的做法 我绝对不会这样劳动你 我已经让你一进来就看到 有没有 在这边 我们的课程介绍在这里 有没有上课录影片也在这里 然后呢 作业要缴缴的也在这里 这样好不好 一页就看完了可以吗 所以千万不要再去找左手边放哪里 我不会为难你 OK 所以你只要认真的在第一页找就好了 那各位呢 你刚刚下载了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你下载好了 你直接解压缩就可以了 你可以 比如说像这个或这个 对不对 按右边 解压缩至此就好了 我的资料夹 我帮你包在 就是那个里面 所以解压缩完 你会看到 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资料夹 里面就有这些档案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习惯直接点开它的 什么叫直接点开它 就是你直接 压缩档 我就直接 这样子点开的 也没关系 但是麻烦你不要在里面直接打开 请你先做一件事情 按着它丢来外面 这样叫做解压缩 因为你必须要把整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丢出来 解出来才行 如果你这样直接执行 它只是执行那个档案 但是其他的它不会把你解压缩出来 所以你的素材就会遗失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麻烦各位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要用到的这个 范例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你应该可以知道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影片 里面绝对不会只有点阵图 有没有很多有向量图 对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样看这些线条啦 简头啦 这些是做向量的 搭配我们的影片 都在各个地方 所以 这种应用其实非常非常多 好 这个 有没有同学有吃过 哇哦 海苔雪鱼菜片 蒸蒸墨鱼花 蒸蒸水果昆布 蒸蒸芝麻雪丝 还有更 好 那下面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用看 我们就先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做的 我们在这里 打开 那我们今天很单纯 只是 这样子 动来动去的 诶 有没有听到 我们上次还没有见到 所以蒸蒸墨鱼的鱼 还有鱼鱼 还有鱼鱼鱼 还有鱼鱼鱼鱼鱼 那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鱼鱼鱼 刚才这个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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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一次的滤镜原则上除了我们上次介绍过的阴影外都不会用到 所以没有新的滤镜 那下面这边呢有一些那个就是相关的 就是介绍那个Ella Twitter档案项量档案的这些内容 我就先暂时不介绍 好那我们刚刚呢各位你下载好了之后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好几个版本哦 有没有注意到 好几个版本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说它有好几个版本 因为呢我们之前用的是Photoshop的 所以你打开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有没有感觉我刚刚一直强调叫你坐前面一点 因为你坐前面一点 电脑比较快以外 你会感觉到我们开这种档案快很多 因为呢不好意思 Ella Twitter在处理Ella Twitter档案的时候 它可没向Photoshop档案那么快 为什么 因为呢它必须要先把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 就是本来Ella Twitter是不是向量的 它要先做一件事情先把向量先转成点阵之后 再怎么样 汇到AE里面来它才会打开 所以你电脑不够快 因为向量最主要就是需要电脑的 CPU的速度跟显示卡的速度 好所以如果你不够快 你等的时间就比较久 那我们先试看看好不好 来我先开进简版的 进简版就是东西少一点点 但是也不会差太多啦 好但是呢你打开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 各位还记得吗 遇到这个会怎么样 是不是叫做素材医师 对不对 都出现这样的 不要难过 请你来左手边 任意挑一个 有没有你可以找这个 是不是也可以找这个 都没关系 你就点两下 他就会问你啦 请问你 这一个档案 你刚刚打开的这个档案 到底在哪里 你就去找到你下载下来的那边 这里 好我放在素材里面 找到它 只要其他图档都在同一个资料夹 它就会顺便一起找到 按下去 待会呢它就会出现 我另外帮你找到几个档案了 可是重点是 你有没有感觉 我打开的时候 即使我用的这一台 比较快 还是蛮慢的 有没有 漏斗漏很久 有没有 现在才找到哦 是15个档案找到了 那我按OK 还没有马上出来 有没有感觉到 所以待会你做后面的 你小心一点 你会登登登登登 等比较久 所以以后还是建议大家 尽量前面做好不好 老师不会咬你 这样子就出来了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档案 它很单纯 有没有 就像这样动而已 那如果我开3D的 因为呢 其实我们在 Ellustrated Effects里面 它是可以做3D的 好 这个都一样的方式 我就不用再介绍吧 但是呢 我一样把它对应回来 好 对应好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呢 在A里面 有所谓的2.5D 这个 2.5D 因为平常我们都叫2D嘛 不然是不是叫3D 对不对 但是 什么叫2.5D 就是 我这张 图层 看起来有透视角 但是怎么样 没有这个厚度 有没有 没有这个厚度 很了解吧 它就是薄薄的 一片像纸一样 这样叫做2.5D 那你看 它帮我找一找 好 找到20个 OK 它在这边 又会算一下 这样了解 有了 出来了 来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是真的有摄影机的 这个都跟真正3D一样 来 你看 我把它滑过来 OK 转一下 有没有感觉 有些东西在跟着转了 对不对 有些没有动 是因为它不是3D的图层 但是会动的就是3D的图层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上次不是有用过阴影吗 对 你看这里有灯光 你看它会拉动 你有没有感觉 我们的影子在改变 我们是做真的 不是做假的 好吧 你如果是用Photoshop那种做法 就是假的嘛 自己决定而已 对吧 可是我这边灯光改变 它就会怎么样 跟着移动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在A里面的2.5D长什么样子 当然它也真正有支援3D啦 只是说那一块就不在我们这个课程的范围里面 我就不会特别做介绍 这样对于我们今天要上的内容 也没有稍微有点概念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你今天要怎么用Elaser的档案 把它叫到A里面来 那你才会去用它 其实理论上来讲 今天的课程跟上礼拜是很接近的 就是你要会用Photoshop跟Elaser的档案 拿到A里面来做 只是呢 一个是点证 一个是向量 有一些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你了解了 这样就很轻松的 你就可以很愉快的去使用这些内容 OK 好